如果今天呢有一个函数是f of x 那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f of x 等于 0 那我们其实就是在解这个函数的方程式 也就是说方程式是一个等式 方程式呢基本上它是一个等式 可是如果今天我们说我们想要解的东西是 我们让这个f of x呢大于 0 或者是f of x呢小于 0 或者是f of x大于等于 0 或者是f of x小于等于 0 这些呢就称作不等式 OK这应该很明显嘛它不是等式 所以就叫做不等式 OK等式的当中呢我们可以解x 的值我们要去解x的值 那如果呢是不等式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要解的是x的范围 x的范围 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好了 如果我们今天解的东西方程式是x平方减3x加2 这个多项是然后等于0的方程式的话 我们会因式分解变成x减1乘上x减2等于0 最后呢我们就得到了x等于1或者是2 可是如果今天呢你解的是x平方减3x加2小于0的时候 那我们知道我们还是可以因式分解成x减1乘上x减2小于0 那你就想说糟糕了这个东西要怎么解呢 那等一下我们就会来讨论怎么解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最后解出来的结果呢 其实就会是x在1跟2之间 OK不幸的话你带任何1到2之间的值呢 你都会发现这个式子是成立的 OK那如果今天我们的f of x呢是一个多项式 如果今天我们的f of x是多项式的话是多项式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上面这些东西称作多项式不等式 OK多项式不等式 OK如果说这些东西多项式不等式当中呢 它的次数又是大于1的话 若次数n就是次方啦 几次方的 次数n大于1的话 那我们就会说这是一个什么 那它就是一个一元n次的多项不等式 而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 你准备好了吗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 我们要讨论的主题